读书笔记 刘仲敬 波罗的海民族发明使基督教的社会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拜占庭行 为东方各教会和伊斯兰各教派分享 教会法等同于家庭法 社区法 民法 商业习惯法和私信 个人 家族和部落 刑事仲裁习惯 米勒特 教团在公共领域持顺民立场 这里所谓的公共领域 包括战争 财政 政治审判和统治者认为社会影响甚大的刑事案件 细心的观察家无疑会指出 拜占庭西亚行社会的公共领域范围比东亚励志国家勤政小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西亚行顺民社区移植到东亚 会给编户齐民的粗放管理造成巨大的摩擦阻力 第二类是罗马行 产生于拜占庭行教会被动填补帝国真空 封建领主与普世教会的二元限制 意味助教权和俗权以相互交错的方式分享公共领域 双方如果得不到对方的补充 都会感到行使权力的困难 第三类是日耳曼行 教区完全融入了封建主义 殖民主义的多元体系 公共领域不复存在 战争权力 司法权力私有化 北欧是哥伦布之前的北美 北美是哥伦布之后的北欧 日耳曼在罗马面前 罗马在拜占庭面前 拜占庭在东亚面前 都有自由人面对顺民的自豪感 波罗的海的民族发明 主要是其试炼不同层级的自然分裂所致 利涡尼亚最初是德意志人对沿海岸的葛格利涡尼亚人定居点的称呼 是一种拉丁化的称呼形式 对该地区居民的征服和使其皈依基督教的过程 开始于创建圣剑骑士团Brother South Sword的1201年 这个骑士团的成员都穿着白色斗篷 斗篷上装饰住一个红色的十字架和剑 创建人是布莱梅的阿尔贝特 冯·布克斯·赫福登 奥伯·汪·巴克斯·奥夫·罗马 他也是利涡尼亚的主教和李嘉诚的创建者 建立李嘉的目的是为了征服波罗的海割地并使之基督教化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十四页《波罗的海》的基督教化产生于封建团体的自发军事之民 并非和平传交的产物 利沃尼亚、立陶宛和大芬兰的一郊居民 根据弗雷泽和克柳切夫斯基的意见 跟旧约的迦南人、许多印第安人和可能是大多数原始部落一样 有杀人献记忆求丰饶的习俗 彻底的规训像儿童时期的痛苦 随着习惯的内化从集体记忆中消失了 不彻底的规训像成年时期的痛苦 由于创伤记忆的固化 造成规训的失败 1418年 神圣罗马帝国的五个波罗的海地区的主教区和封建领地 Bishopric Principalities成立了利涡尼亚联盟 凯文·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26页在利涡尼亚联盟Livonian Confederation境内 受邀来到这儿定居的德意志贵族 加入了13世纪时 获得土地后成为新贵族的德意志骑士的队伍 这些骑士在领土控制权的问题上 继续与主教们发生冲突 原先分配新获得的土地的规则是三分之一 归利涡尼亚骑士团 三分之二归教会以礼加大主教为首 他支配住自己的附庸组成的军队 但这一规则渐渐廢迟 因而越来越多的土地落入歧视团手中 然而 教会控制住利涡尼亚人生活的许多公共机构 诸如唐区 宗教集会 神职人员和礼拜场所 只是到1330年 经过长期斗争后 李家主教才承认了歧视团的宗主权 商人构成了精英统治阶层的其余部分 他们通常也是德意志人 随着对利涡尼亚的征服 汉萨商人涌入波罗的海地区 德意志和斯堪的奈维亚的商人 在12世纪中组成了汉萨同盟 当200年后 这个同盟达到顶峰时 他正在整个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 100多个城镇和边远居民点之间 培育起商业联系 这些城镇中包括李家 他是该地区最早和最大的商业中心 还有塔林 塔尔图 科尼斯堡和俄国的诺夫哥罗德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23-24页 后来的时代中 埃沙尼亚人和拉托维亚人 往往罗曼蒂克的 把瑞典的统治 看成黄金时代 即使这不是很确切 但至少是加在更长 更压制人的德意志人 和俄国人的统治之间的 一段改革的和相对自由的时期 这时期虽然为出动 德意志人的重重特权 他们仍然构成 现在我们所指的 利夫兰 埃沙尼亚南部 和拉托维亚北部 和埃斯特兰 埃沙尼亚北部 的地主阶级的主要部分 但瑞典人控制了 地方行政管理和议会 Lantage或Diets 或Assembles of Netables 而且一些瑞典官员和将军 也接受了土地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30-31页 牧师座位最早的 有机知识分子 保存了基础共同体的 魂器方言 方言和国语 对应基础共同体 和政治共同体 基础共同体 如果基类足够丰厚 就足以产生 和支持政治共同体 因为有太多的东西 可以失去 才会感到 需要政治共同体的保护 政治共同体 能够保护 或破坏基础 共同体的自然生长 却不能无中生 有的发明基础共同体 也是在瑞典统治时期 埃沙尼亚语 和拉托维亚语 开始发展成文学语言 这大半要归功于 路德派教士们的努力 他们为影响 自己教区的居民 需要使用 当地居民 自己的语言来传教 早在16世纪 第一个25年 就有少数用 拉托维亚语 和埃沙尼亚语的书籍出版 大多是宗教性质的书 17世纪里 约有40本书 大都是讨论 神学问题的小册子 用埃沙尼亚语出版 而这时期 特别是该世纪下半页 可能有60本新书 是用拉托维亚语出版的 格奥尔格 曼瑟琉斯 Geyorg Mansfields 是用拉托维亚语出版书籍的 最重要先驱之一 他是一个路德派教士 也是德尔帕特大学 现在称塔尔图大学的 神学教授 他出生在利夫兰 一个父母 都说德语的家庭 但他认识到 通过步道与拉托维亚农民交流的能力的重要性 因而学习了他们的语言 曼瑟琉斯不仅出版自己的圣歌集 还出版了一本名为 Lattus 1638的拉托维亚语 德语词典 此后一个多世纪中人们 一直在使用这部词典 值得注意的 还有《厄恩斯克·格鲁克·额恩斯格克》 翻译的新旧约全书 尽管这些作家对拉托维亚语文学语言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对拉托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绝大多数农民来说 直到19世纪后期 地方文化代代相传的主要工具 仍然是口头传授 传授的内容包括各种民歌 民间故事和其他口头表达的材料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32页 德语在拉丁语面前是低语 在爱沙尼亚语面前是高语 波罗的海日尔曼人和波罗的海人的关系 其实就是韩国或胡乡汉字之时分子和土语农民的关系 文化是阶级的符号 中世纪的阶级认同通过民族发明 为民族认同输血 1632年在塔尔图 德语称德尔帕特建立了第一所爱沙尼亚大学 他为这个地区培养未来需要的牧师 医生 教师和国家官员 基础教育开始于17世纪80年代 这时在爱沙尼亚建立了各个教区学校 由此向少数爱沙尼亚农民 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提供了通向知识的道路 大约在同时期 在利弗兰德维泽梅也开放来第一批唐区学校 然而 在几乎所有这些学校中都是用德语授课 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俄国统治时期本质上莫有变化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33页东方专制和欧洲文明的对比 强化了他者和自我的区隔 俄罗斯帝国的欧化需要 保证了波罗的海各省的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既是民族国家体制的雏形 又是民族意识凝聚的催化剂 你们愿意跟住马店一起民主吗 你们愿意跟莫斯科人一起民主吗 波罗的海再次成了大破坏的场所 由于彼得采取焦土政策 饥荒和瘟疫造成人类生命在男性的损失 在拉脱维亚的土地上多达40%的人口被夺去生命 在爱沙尼亚死去的人可能占荡失踪人口的60%或70% 直到1721年才签订一份和平条约 规定俄国获得利夫兰 埃斯特兰和该地区的其他领土 随同归附的大约有30万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新臣民 随着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征服 俄国正式成为一个帝国 其新获得的土地成了它的新省份 由于俄国沙皇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投降条件 所以尽管北方战争造成了巨大破坏 但波罗的海的德意志统治阶级显得比以往更强大了 彼得一世把17世纪最后基石年间瑞典王室只用的土地归还给地主 同时却认入德教会的权利 及把德意志定位行政部门和法庭用语 16世纪时 由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贵族组织起来的法人团体 Ritter Skafton保留了自己的特权 德意志人 还控制住埃斯特兰和利弗兰德省议会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33-34页 德语知识分子发明浪漫主义 是为了釜底抽薪的消灭 法语白化文 继承拉丁文言文的机会 他们没有预见到各方言解构 泛日尔曼主义的未来 正如美洲爱国者 看不到隐藏在墨西哥爱国者 身后的威地马拉爱国者 俄国人统治的最初一百年 见证了拉托维亚语和爱沙尼亚语 作为文学语言的发展 这种发展虽然缓慢 沉重 但意义重大 在最初的几年里 很少有拉托维亚语的书出版 然而从1772年到1835年 拉托维亚每十年平均出版十本新书 爱沙尼亚语的出版物相对发展较慢 18世纪下半页平均每年出版三 两本书 19世纪三十年代上升到每年出版13本以上 宗教书籍继续占优势 但18世纪末 在拉托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文学中 对世俗题材的兴趣变得明显起来 直到19世纪 用本地语言出版的书 大部分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写的 他们曾学习过拉托维亚语和爱沙尼亚语 那是他们的第二语言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48页在德国的领土内 知识分子强调人民Vogue 强调他们的口头传说 预言 歌曲的传统 把他们看成理解德国文化精髓的关键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 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 也开始发现当地的农民 把他们确认为拥有他们自己的重重 特质和传统的人民Vogue 对波罗的海地区农民 采取这种科学态度的最有名的是 约翰 哥特弗里德 赫德 尤汉 哥特弗里德 他在波罗的海地区住过一段时间 18世纪60年代后期 在里家教过书 赫德对拉托维亚和爱沙尼亚农民的语言 和民间故事感兴趣 在1787年出版的 《人民用歌曲表达的声音》里 就收录了《鸡首爱沙尼亚的民谣》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 哥特哈德 斯腾德尔 开始出版他为拉托维亚农民写的童话 19世纪最初基石年里 讨论爱沙尼亚和拉托维亚语言的学术著作随之出版 1824年 利弗兰和库尔兰德 14个路德派牧师 建立了拉托维亚朋友协会 Society of Friends of Latvian 其目的之一是研究拉托维亚语言和民间传说 接着是1838年建立的爱沙尼亚学术协会 Estonian Learned Society 其成员同样都是对研究爱沙尼亚民间传说感兴趣的人 其间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在用本土语言出版报纸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拉托维亚语的周报 拉托维亚报在利弗兰的农奴获得解放后开始出版 实在19世纪20年代 虽然该报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出版的 但拉托维亚人为其写文章 大约在同时 乡下人周报出现在爱沙尼亚 确实 直到19世纪60年代 德意志人几乎完全垄断了拉托维亚和爱沙尼亚语的新文页 大部分德意志知识分子 相信波罗的海地区的农民最终将被德意志文化所同化 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引起了圣彼得堡当局的关注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48-49页 事实上 这些正是安徒生收集和创作童话的动机 丹麦民族发明家相对于爱沙尼亚民族发明家的优势 在于丹麦王国的军统 在整个俄罗斯化时期 这种觉醒都在进行 拉托维亚学者的眼光转往农村 希望以此来界定拉托维亚的共同特性 受瓦尔德马斯·Baldemars 青睐的弗里西斯·布里佛事姆·涅克斯 F след service 是一个都学 他认为某种程度的俄罗斯化 是抗衡德意志文化影响的一种必要措施 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 他本着大家都通小民间传说将会增加拉托维亚人民的民族归属感的信念 收集拉托维亚的民间传说 雅尼斯·齐姆贬·耶 Verizon 是一个作曲家和音乐教师 他组织人们系统的收集拉脱维亚的民间音乐 为该项活动奠定了基础 他的工作为安德烈斯 由艳斯·Andres Jurgens所继承 二十世纪初在拉脱维亚民间音乐的研究中 后者成为最重要的人物 还有克里什亚尼斯 巴隆斯·Christine's Parents 他出版了位数众多的民间故事 据称他曾收集了约3500万首民歌 传统的拉脱维亚四行体民歌 大约有20万种变调 也是在这段时期 安德烈斯·普姆普尔·Andres Pompers 出版了《猎雄者》 很快被公认为经典 该史诗自如地画用了拉脱维亚异教时代的一个传说 讲述一个英雄战胜一个个保卫羊皮古卷的怪物的故事 羊皮古卷里含有拉脱维亚人的智慧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53页《波罗的海》的科文哲 注定要一面被范日尔曼的常被骂成深绿 一面被天然独的晚辈骂成内奸 第一代爱沙尼亚知识分子中的两个领军人物 是内科医师罗伯特 菲尔曼·罗伯特·法艾尔曼和弗雷德·里希 赖因霍尔德 克罗伊斯·瓦尔德 这两个人都是德国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 及他们是德意志化的爱沙尼亚知识分子 都对爱沙尼亚民族意识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克罗伊斯·瓦尔德是爱沙尼亚民族史诗卡列维之子的编者 对爱沙尼亚民族觉醒有特别深远的影响 卡列维之子出版于1857-1861年间 他向人们许诺 这位神话中的英雄 古代爱沙尼亚的统治者 将有一天回来 把大家引入一个幸福的时代 该故事反映了克罗伊斯·瓦尔德的信念 爱沙尼亚人能够克服自己社会经济的不利条件 他们通过教育能够实现并维持爱沙尼亚民族的完整 另一方面 菲尔曼认为爱沙尼亚人不大可能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民族 他坚持说他们更可能被德意志文化所同化 他论证说 这种命运比俄罗斯化的命运要好 俄罗斯化对爱沙尼亚人来说将更加困难 此外 俄罗斯化还会终止他们的进步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54-55页 爱沙尼亚民族觉醒最深远的表现 是全国歌唱节的传统 第一次歌唱节是1869年6月1-20日在塔尔图举行的 有来自爱沙尼亚不同地区的一千个音乐家和歌唱家参加 其他参加者有2万人 如同4年后举行第一次歌唱节的拉托维亚一样 这一事件向植住这个民族的再度觉醒和团结 歌唱节的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 在波罗的海人于1987-1991年间 为摆脱苏联统治获得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 如果爱沙尼亚人受教育的机会不曾有极大的增加 19世纪爱沙尼亚的民族觉醒就不可能发生 在埃斯特兰特别是这样 因为它的发展长期以来落在利弗兰北部后面 此外 随着出版社和期刊新闻业的成长 19世纪最后基石年间受过教育的爱沙尼亚人 已经可以读到更多用爱沙尼亚语写的文章 尽管有这种进步 爱沙尼亚公民生活的组织落后于较为发达的拉托维亚 部分原因是城市化和现代化来到这个地区稍晚一些 晚至1881年 90%以上的爱沙尼亚人仍居住在农村 任由城市里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 管理住爱沙尼亚的大部分文化和社会生活 虽然爱沙尼亚人确实组织了歌唱节 即属于他们自己的各种地方协会和俱乐部 但德意志文化的影响仍然强大 甚至在世纪之交时 爱沙尼亚的知识分子 还倾向于用德语进行相互建的交流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57页 死亡恐惧是民族发明最好的朋友 正如灭活疫苗是免疫系统最好的朋友 19世纪80年代 俄罗斯化计划的强化 集中在俄罗斯文化上 特别是集中在地方行政管理和学校教学中使用俄语的问题上 1885年 埃斯特兰 利夫兰和库尔兰德所有小学都纳入设在圣彼得堡的教育部控制下 从而削弱了德意志贵族和路德教会的权力 两年后 规定俄语为教学语言 只有小学低年级除外 德尔帕特大学是德意志人办的大学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曾把使用俄语作为一项必具的能力 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 俄语成了授课语言 大学也该用俄国的名字 叫尤雷夫-IRAV大学 说俄语的学生很快流入这所大学 这反而促使很多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去德国的大学求学 俄语也被定位波罗的海地区各政府部门 与设在圣彼得堡的上一级部门之间的交流用语 到1889年 语言上的俄罗斯化延伸到波罗的海各市政府 这些市政府中终于有少数爱沙尼亚人和拉托维亚人 获得了参与管理的权利 然而 其实Ritter-Skafton和各省的议会 Lantage还有农民的共同体组织 仍免于语言上的俄罗斯化 这些改革从未触及波罗的海地区各省的行政部门 意味着这种俄罗斯化既不系统也不彻底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59页尽管有俄罗斯化的新文化的冲击 但沙皇政府是否真有一个认真的计划 要把拉托维亚人或爱沙尼亚人转变成俄罗斯人 是值得怀疑的 然而 德意志化正在威胁俄国对这个异受攻击的地区的控制 特别是在1871年德国实现政治统一的情况下 俄国政府确实希望减小这种威胁 近年来学者们曾小心翼翼地指出 在波罗的海地区如同其他地区一样的俄罗斯化政策被夸大了 俄国并没有认真实行这些政策 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 俄国政府已经失去俄罗斯化的决心 1895年后 俄国政府只是在教育方面才继续追求俄罗斯化政策 尽管十年后它就做出让步 允许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小学中使用地方语言 看来很清楚 俄国政府特别关心的 是生气勃勃的德国对俄罗斯帝国最西部诸省的文化吸引力 而不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人民的民族觉醒 然而 圣彼得堡的官员们感到失望的是 波罗的海 各民族 更关心自己民族的文化 而不是被俄罗斯文化所吸引 不管政府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到19世纪80年代 波罗的海地区各民族的发展程度已经相当高 不可能再被任何其他性质的文化所同化 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 俄国政府使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化的热情已经衰退 自相矛盾的是 文化上的俄罗斯化对波罗的海个民族的影响 更强化了他们的爱沙尼亚人 拉脱维亚人或立陶宛人的身份感 虽然向上流动的拉脱维亚人早就懂得向德国人学习的必要性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俄罗斯化的到来是学习俄国人 但他们归属于拉脱维亚民族的一时莫有减少 波罗的海珠民族觉醒后 开始抵制德意志和俄国统治者的文化同化力 对这一代人来说 社会地位的上升不再需要失去他们的土著民族性 因为到世纪之交世波罗的海地区 德意志人对该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权力已经极大地减少了 现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知识分子相互建 日益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话 虽然沙皇政府企图把俄罗斯文化强加给波罗的海地区各民族 但当地的知识分子阶层已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60-61页 左派民族发明家将阶级认同转化为民族认同 右派民族发明家将文明认同转化为民族认同 立陶宛人虽然在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中获得了自由 但对结果感到失望 也增加了1863年的起义 虽然他们没有提出建立独立的立陶宛国家的主张 但也像波兰人一样受到了残酷镇压 作为圣彼得堡致力于解决波兰问题的一部分 沙皇政府试图把立陶宛人与波兰人分离开来 承认立陶宛人拥有单独的文化 希望立陶宛人会因此而被俄罗斯民族所同化 立陶宛语学校被关闭了 沙皇政府试图使立陶宛人使用西里尔字母 禁止用拉丁字母印刷立陶宛语的书籍 直到1904年这些禁令一直有效 尽管如此 在普鲁市属立陶宛也叫小立陶宛 大部分人都是路德教徒的地区 继续用老办法印刷立陶宛语书籍 再从那儿把这些书籍偷运进俄属立陶宛 俄罗斯属和普鲁市属立陶宛人之间 这种语言上的联系最终成为民族思想的集结点 那些书籍走私商现在被当作民族英雄来赞美 在立陶宛民族思想的复兴中 立陶宛的教室发挥了某种关键性的作用 在起义被镇压后的时期 立陶宛的农民成了立陶宛天主教室 补充新成员的一个来源 这有效地巩固了教会与普通立陶宛信徒之间的纽带 并创造了立陶宛知识分子阶层的基础 这就是蒙特吉斯 瓦兰丘斯·莫提斯·斯佛兰西斯的背景 他是一个作家 自1849年开始任沙摩吉迪亚 Symagician主教 他从立陶宛农民中涌现出来 成为立陶宛民族觉醒中最关键的人物之一 他专注于农民问题 把农民看成是立陶宛未来的关键因素 他还敦促立陶宛人奉持戒酒的美德 他在这方面的成功对依赖酒精饮料税的政府收入来说 是一场灾难 他还积极地抵制俄罗斯化的政策 因而他不可能获得圣彼得堡当局的偏爱 这位主教还倡导他的教士们从事历史研究和写作 并使他们用立陶宛语写作的书籍 从东普鲁市非法偷运进俄属立陶宛 在立陶宛民族复兴中最重要的人物 是内科医生约纳斯 巴萨纳维丘斯 Jonas Benzinovicius 他被许多立陶宛人看成是该民族的元老 虽然巴萨纳维丘斯进大学学习 是为了成为一个神符 但他从莫斯科大学毕业时拿到的是医学学位 1883年巴萨纳维丘斯居住在布拉格时 开始出版一份叫《黎明》的报纸 三年间该报纸在普鲁市印刷并偷运进俄立陶宛 发挥了立陶宛民族运动智力中心的作用 他收集和出版关于立陶宛历史和立陶宛人民的信息 目的是唤起立陶宛人的民族意识 然而对巴萨纳维丘斯和许多其他立陶宛知识分子来说 立陶宛民族的主要危险是波兰语和波兰文化的传播 立陶宛在俄罗斯帝国内的地位是毫无疑问的 确实 此时立陶宛受过教育的阶层被迫进行以下选择 是把自己看成波兰人还是看成立陶宛的人民农民 特别是1863年后 某些贵族追随日益自信的知识分子阶层的领导 努力把自己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协调起来 但只是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 随着一个新的提倡民主的知识分子阶层 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出现 恢复独立的立陶宛国家的思想摆脱俄国人的统治 及与波兰分离才开始成熟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第64-65页1896年 维尔纽斯产生了波罗的海地区第一个政党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由于在立陶宛几乎完全不存在一个城市无产阶级 该党的存在可能是反常的 原则上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驻地国内波兰和俄罗斯工人阶级的团结 然而它首先是民族主义者的政党 这是立陶宛几乎所有未来成立的政党的一个共有的特质 这个党为立陶宛的国家地位 而努力的最早证据是其1904年的纲领 该纲领包括这样的要求 建立一个自制的民主的共和国 以松散的联邦为基础 由立陶宛的波兰和其他国家构成 即使在这个阶段 创建一个真正独立的立陶宛 仍然是不切实际的 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更让人困惑的仍然是如何用国家的术语 来界定一个立陶宛国家的问题 因为有那么多的犹太人和波兰人居住在那 其他立陶宛的党派 诸如立陶宛民主党和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联盟面临住同样的问题 但任何一个党的目标都只限于 在民主的俄罗斯国家内实现立陶宛族的自治 莫有进一步提出其他要求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70-71页到1904年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 这是由被放逐的人于一年前在苏黎世建立的 准备公布他们的要求 我们要求作为俄罗斯帝国成员的每一个民族 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每个民族应该有权维护他自己的文化和发展他自己的精神力量 每个民族都应该有权在学校 行政机关和地方法庭上使用自己的语言 虽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意这种立场 但该宣言像立陶宛社会民主纲领一样 意味着到1905年革命爆发时 波罗的海珠省中的民族问题已经凸显出来 其立场不仅表现为一个文化问题 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建于1903年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联盟 甚至走得更远 他提倡各地的拉脱维亚人包括拉脱加尔 当时属俄国的维杰布斯克省的一部分的统一 并彻底与俄国分离 19世纪90年代的爱沙尼亚知识分子 比如像亚安 托尼松 张特尼森这样的人 倾向于更乐观地看待他们与沙皇政权的关系 托尼松自1896年起任第一份爱沙尼亚日报信史的编辑 后来是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创建者之一 他倡导忠于沙皇政权 虽然他反对俄罗斯化及爱沙尼亚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合作 虽然他憎恨他们的特权 以便促进波罗的海地区发展的共同目标 爱沙尼亚新闻界的许多批评 都是针对俄罗斯化的教育制度的 因为爱沙尼亚的民族主义者 要求所有的小学和中学都用爱沙尼亚语授课 然而到20世纪初代表爱沙尼亚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号召进行更激进的经济和社会遍及 这些号召开始出现在新闻 先驱等报纸上 后者是未来的爱沙尼亚总统康斯坦丁 帕斯创办和编辑的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72-73页 俄罗斯的方立志以为自己在为大俄罗斯的自由奋斗 其实他们是在为立陶宛的达赖福 大一统主义的自由派和民主派 首先以其胜利 为帝国边缘的民族发明家创造了更加宽松的条件 然后以其失败 将主要反对派的生态位和重要性留给了民族发明家 在革命运动的压力下 沙皇签署了十月宣言 向人们许诺各种公民自由 包括组织政党的权利 给予诺召开议会 这些让步虽然使少数人感到满足 但波罗的海珠省的激进派利用这些新机会 通过各种召集起来的代表团体讨论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民的命运 11月下半月在塔尔图召开了所有爱沙尼亚人的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反映了爱沙尼亚民族运动中改革派和激进的革命派之间的分歧 一些激进分子走得很远 甚至要求没收大地产 然而有一个问题把温和派和激进派都团结起来了 这就是爱沙尼亚的自治 虽然甚至在这个问题的细节上也有许多不同意见 拉脱维亚也同样组织各众会议讨论拉脱维亚民族的命运 不管拉脱维亚支持分子在1905年事件发生前的倾向如何 随即发生的对数千拉脱维亚人的惩罚包括2700多人被处死 大半摧毁了那些此前曾以各种方式支持过沙皇政权的人的信念 在立陶宛的各个省中 无产阶级相对弱小 也没有波罗的海珠省那么激进 在1905年革命中显得比较和平 虽然紧随住也有近3000立陶宛人被捕 还有许多人逃亡 由于立陶宛人更多关注的是民族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 所以农村的动乱较少直接指向俄罗斯波兰地主 而是指向俄国政府 1905年在约纳斯巴萨纳维丘斯 Jonas Bessinavishas博士主持下召开了维尔纽斯议会 Vilniestat讨论立陶宛的将来问题 有2000个代表参加 这次会议提出了俄罗斯帝国内此前任何民族均未曾提过的最激进的要求 立陶宛的代表希望在立陶宛族的边界内实行完全的民族自治 及一个民族选举的议会 这次议会还呼吁在中小学和地方政府中使用立陶宛语 俄国政府试图从革命的冲击中恢复过来 但他发现除了让步几乎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要做出的让步中包括允许在学校中使用爱沙尼亚语 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 然而这个政权把对民族主义者妥协和对他们的镇压结合起来 许多革命者被囚禁 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驱逐出他们的祖国 凯文、奥康纳、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74-75页大日尔曼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 泛日尔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相互破坏对方的事业 结果在双方的边界地带造福于小民族主义 泛文化主义和奥斯曼主义并非自愿地扮演了欲望的角色 小民族主义并非刻意地占据了渔翁的生态位 尽管在彼得格雷的俄国政府不愿提及民族问题 但德国人懂得自觉的口号可以用来促进他们自己的目标 即把波罗的海割地的领土并入德意志帝国 或至少是把他们从俄国那里分离出来 在德国人的允许下 1917年9月维尔纽斯的立陶宛人组织了一个20人的立陶宛民族委员会 Taraba或Nithuanian National Council 主要代表立陶宛的资产阶级 该委员会全体一致投票赞成建立一个独立的立陶宛国家 作为回报 未来的立陶宛总统安塔纳斯斯梅托纳任主席的这个委员会 模糊地同意说 未来的立陶宛国家将与德意志帝国建立紧密的军事 经济和政治联系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79月2月革命在彼得格勒发生 亚安 托尼松 张特尼森就呼吁爱沙尼亚实行自治 并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要求其同意在波罗的海北部地区重建自治政府 随着3月底爱沙尼亚议会的建立 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和俄国人控制的各地旧政府机构被废除 最重要的是 随助力弗兰北部和爱沙尼亚行政上的统一 彼得格勒同意承认爱沙尼亚的存在 这种让步既莫有授予拉脱维亚人 也莫有授予立陶宛人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81页威廉街的民族发明家为了消除大俄罗斯的威胁 决定将沙皇的遗产分给布尔什维克和众小民族 赫尔凡德当时在柏林向德国政府所提出的那些主张 都包括在他1915年3月初递交外交部的长篇意见书里 他在其中要求以自由与和平为口号 准备在俄国发动政治性的大罢工 他把彼得堡称为革命的焦点 该地有兵工厂 造船厂和铁路工厂 此外 赫尔凡德还倡议召开全俄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 会议最好能在中立国瑞士举行 他认为他的特殊任务就是把俄国一切社会主义派别 不管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都联合起来 采取反专制主义的强有力行动 他相信这样的联合是可能的 因为激进派领袖列宁 自己就提出过联合行动的问题 费舍尔 争雄世界 第155页在赠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该党虽赞成保持俄罗斯全国完整 但反对沙皇的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 赫尔凡德在一线书的结尾 用一句话精辟地概括了他的想法 因此 沙皇帝国的庞大的俄罗斯中央集权 它只要存在 就总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一定会被同盟国的军队和俄国革命运动所摧毁 从而把欧洲政治反动势力的中心推翻 赫尔凡德的这些论述 一定给德国政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伯林商谈后 赫尔凡德随即先从外交部得到了200万马克 1915年冬季又得到了2000万卢布 他受德国政府委托 用这笔经费以哥本哈根为基地建立了遍布各地的组织 以策动俄国革命化 费舍尔 争雄世界第157页赫尔凡德要求2000万卢布 以组织他的间谍网 但他强调 他不会一下子把全部经费都花在俄国 他只想分期分批地分配这笔经费 因为他认为 不如此就会有泄漏这笔金钱来自德国的危险 但他认为金钱毕竟还是关键问题 和1905年不同 当时资产阶级政党也资助革命并对 罢工工人实行工资补贴 而今天俄国资产阶级则反对革命运动 因此革命委员会不得不自筹经费 事实上 到1918年元月未止 总共批准了革命宣传经费4000万马克 当然那时才花掉其中的2600万马克 1915至1916年的革命活动 仅限于人数较少的范围内 其中有些人互相根本不认识 而且往往不知道赫尔凡德组织的后台是德国政府 我们看了秦莫尔博士1915年8月的报告 就相当清楚地知道了赫尔凡德组织的情况 当时他还处于创始阶段 那时在哥本哈根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有8个人 并有10个人经常外出赴俄国各地 这个组织与在瑞士的革命者 卢克斯库拉和列宁 以及在斯堪的内维亚的俄国流亡者 都有密切联系 并且对那些从美国和加拿大 回来的俄国人做工作 他们还向俄国际报纸和传单 以扩大影响 主要注重对俄国军队做工作 这个组织早就是图对新兵施加影响 并且对于大学生参加军官团抱有很大的希望 因为大学生在大学里就已受过革命熏陶 1917年2月革命爆发后 德国政府才得以收取多年准备工作的成果的机会 1917年春季让列宁回到俄国 这是德国东方革命化政策的高潮 同时也是最有效的行动 在十月革命和俄国退出敌国阵营这两件事上 德国政府又算取得了间接成果 而布雷斯特 里托夫斯克和约 似乎也使德国人在实现东线战争目标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费舍尔 争雄世界第161-162页为此目的 对俄国革命进程任何外表明显的干涉都应避免 相反 我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 暗中加深温和派和极端派之间的矛盾 因为我们最大的利益是让后者战上风 这样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它采取的方式必将动摇俄罗斯帝国的存在 大约三个月之后 大概就可以指望瓦解将严重到如此程度 以至我方用军事干涉就能保证使俄国政权崩溃 本着这种想法 布罗克道夫 兰曹理所当然的就把他的心腹和促使俄国革命化的助手 帕福斯 赫尔凡德派往柏林以便当面向首相建议 让列宁能从瑞士返回俄国 帕福斯 赫尔凡德在柏林得到外交部的埃斯贝格和逢马尔灿男爵的支持 贝特曼 霍尔维格同意这一建议 尽管帕福斯 赫尔凡德本人被认为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 在革命的原则问题上和列宁一线并不一致 但他还是认为 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是一个远比柴泽和克伦斯基这两位 在里沃夫政府里任职的社会革命党人更狂暴的人 因此 他将把他们撇在一旁 并毫不拖延地立即准备购合 贝特曼 争雄世界第454-455页尽管遭受了种种挫折 布尔什维克和闹独立的少数民族一样 仍一直获得德国的支持 因此 齐莫尔曼德接任人缺尔曼在12月3日10月革命胜利后能这样回顾说 靠我方通过重重渠道和变换名义源源不断地输送的经费 布尔什维克才有可能创办他们的主要机关报 真理报 才有可能加紧宣传 迅猛扩大他们党原先狭小的阵地 对激进革命党人的这种有明确目标的支持 表明德国决心坚持其战争目标 不管这些战争目标变换以何重方式出现 君主制的德国对十月革命的插手 使人看清了德国权利欲的那种百年未现的爆破力 这种权利欲不仅要彻底改变迄今的国际秩序 而且迫不及待低要推翻敌对世界某一处的现存社会制度 费舍尔 争雄世界第458页第二帝国的东欧政策 是从芬兰到乌克兰建立一系列立宪君主国 在经济和文化上依赖德国 后者往往企图模仿一战前独立的巴尔干戈国 盈利德国亲王位君主 但这经常不是谄媚或亨索伦家族的行为 反而是深谋远虑地在大中欧或泛日尔曼圈内 团结小邦抵抗普鲁士优势 同时暗度陈仓地向英国留后路的手段 第二帝国的内交和外交经常是相互冲突的 立陶宛的独立首先是爱国者挑动德俄互斗的结果 其次是塔里巴民族委员会挑动普鲁士和黑森家族互斗的结果 芬兰和黑森家族的联盟 巴伐利亚和荷兰的王朝外交都是针对普鲁士的 哈布斯堡家族联合波兰抵制德国 国林联合乌克兰抵制维也纳的天主教联盟 1917年3月3日 首相在与中间派政党从国家自由党到进步党 也及不包括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举行的会谈中 也按上述观点来说明他对立陶宛和库尔兰所采取的自制新纲领 四天后他向森家可能举行的与民主俄国单独购合谈判的德方代表下达他著名的美名巧事的指示5月7日 这个指示虽然规定库尔兰和立陶宛国内行政实行自制 但是他们必须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与德国结合 东线司令部森谋常霍夫曼少将在5月31日完全按照贝特曼霍尔维格美名巧事的政策的精神 概述了他后来要和区尔曼一起在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实现的意图 可以考虑用这种提法德国放弃兼并 而俄国承认弱小民族解放原则 允许目前被我们占领的国家脱离他们与俄国的联盟 以便由德国来调整他们未来的政治体制 东线司令部领导下的库尔兰行政当局首脑高斯勒 只是在提出尖锐批评以后才迁就了首相的自制政策 在7月10日被特曼霍尔维格下台前4天 高斯勒就在关于库尔兰未来宪法的报告里指责贝特曼霍尔维格 说他本来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宣布 德国把库尔兰和立陶宛看成是永久获得的地方 他说在当时2月革命前 连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不会对此提出异议的 可是现在德国不得不仅仅满足于 在有关国家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实行松散的联合 这样一种尴尬的解决办法 费舍尔 征雄世界第656页 在这些准备工作之后 兵根会议 它是在贝特曼霍尔维格下台及购合决议 通过两星期后举行的 就是德国政府和陆军总司令部 在立陶宛和库尔兰的行动程序方面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会议决定 由有关的行政首脑库尔兰的冯 高斯勒和立陶宛的伊森堡分别筹组代表委员会 立陶宛代表委员会的成员应纯系立陶宛人 而库尔兰代表委员会成员应纯系立陶宛人 而库尔兰代表委员会成员的大多数影是得意之人 这个决定是前首相全部政策的必然结果 对立陶宛还不能做进一步的细节规定 因为据伊森堡亲王说 物色代表委员会的成员有很大的困难 反之 对库尔兰代表委员会的人选却规定得很具体 接着就应把代表委员会改为国务委员会 但又要军管当局来主持此事 为了报答这种特许 新的代表 机构应立即恳请德皇陛下 和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加以保护和庇护 这样 立陶宛人和库尔兰的拉脱维亚人 也就承认了德国所打算的这种调整 菲舍尔 争雄世界第657页 骑士后裔的库尔兰贵族 早在1917年3月就给德国政府递交意见书 强调他们在原则上愿意为战争做出任何牺牲 他们还在1917年8月 正式派出逢曼陀菲尔策格 男爵为库尔兰的代表 从而使他们的努力 带有官方色彩 然后 他们又遵照兵根会议的决议 在1917年9月18日 旧的议会库尔兰骑士贵族和地方议会 按照宪法 他从1917年春季起 已不复存在 在米桃开了空前绝后的一次会议 选举了鲁道夫 冯赫尔纳一轮位一场 这个议会还按照兵根会议 决议决定要成立由80名代表组成的 扩大的全国代表大会 并规定他仅举行一次会议 代表大会将由下列人员组成 27名大地主代表 4名骑士贵族代表 5名教师代表 17名城市代表 27名小地主代表 这样就保证了德国人占绝对多数 此外 议会还规定要把 1915年的大地主声明 大地主们曾声明 在原则上愿意交出 三分之一的土地给移民 制定成法律草案 三天后9月21日 扩大的全国代表大会 就在米桃公爵皇宫的宝座店里开会 德国军管当局行政首脑峰 高斯勒也历临会 兼任扩大的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的赫尔纳一轮 又一次仿照兵根会议决议的强调 强调了库尔兰要并辱德国的愿望 会议已通过请愿书为其高潮 该请愿书全文都是在兵根拟定的 他未经投票而在同一生中被通过 作为由库尔兰人民选派的代表 我们请求德国皇帝陛下 和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给予保护和庇护 我们满怀信任地把我们的命运 交给陛下和陛下委派的德国军管当局 此外 请愿书还要求由各工业界组成的国务委员会 现在就参与未来宪法的制定工作 这个提案在9月22日就被召准了 接着进行了国务委员会选举 该委员会将根据库尔兰德发展史 来讨论未来国家的基本权利 以及将来在军管当局 常官领导下的行政和经济的基本特质 国务委员会有20名代表组成 代表是在扩大的全国代表大会上 又未经投票 而在同一生中一致选出的 这里也显而易现 这是德国军管当局和当地德乔德义 一起精心策划的政治行动 他一方面要维持人民代表机构的门面 而另一方面却要坚决限制 拉脱维亚人的影响 费舍尔 争雄世界 第661-662页利弗兰和爱沙尼亚的情况 就与此不同 因为这两个地区 起初仍在俄国统治下 而德国军队直到 1917年9月初才占领李嘉 10月中旬才占领各岛屿 最后到1918年2月底 才占领其他各地 俄国临时政府在执政后不久就满足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民族运动的自治愿望 任命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组的专员去接替俄国总督 并在4月22日以民族位界限把这个国家一分为二 现在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两个地区取代了爱沙尼亚和利夫兰以及阿塞尔岛三地区 每个地区各自成立行政委员会 委员会应由普选产生 这样德国居民是必失去任何政治影响 1917年6月22日 贵族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 全国的行政工作也移交给行政委员会 贵族们的权利被限制于纯粹的等级身份和教会事务 他们就根据尼斯泰特和约赋予他们的权利 立即明确地提出了抗议 费舍尔 争雄世界第663页 1917年11月6日 利夫兰占领区的贵族派出了代表团 向星登堡和鲁登道夫递交了请愿书 请求使利夫兰和爱沙尼亚由普鲁士王加以保护或由皇室总督予以军事管制 这两国的布尔什维克化又加速了局势的发展 11月24日 一切等级均被取消 一切贵族的财产均被剥夺 苏维埃取代了爱沙尼亚和拉托维亚的行政机构 革命军队的专横行动又使当地德意志人的处境普遍的瑜伽困难 于是利夫兰的德国骑士贵族在12月4日又重新承请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派德国军队开进去 鲁登道夫早在11月6日与陆军总司令部举行第一次会谈之前 就像调了陆军总司令部的这一希望 把保护区一直扩大到纳米瓦 但指出有必要照顾自绝权原则 因此脱离俄国的决定必须依据广大居民诸阶层的意志表示 这一劝告令人觉得他和兵根会议决议很相似 他被照办了 当地德国人在非德居民中指及了签名 要求11月30日成立的利夫兰贵族会议 和12月14日成立的爱沙尼亚贵族委员会做出关键性决议 12月24日 李家市代表大会也请求德国保护 李家和利夫兰占领区的文化界和德乔德一地方团体纷纷呈上请愿书 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12月30日 利夫兰非常议会决定脱离俄国 1918年1月27日 逢施特里克先生以利夫兰和爱沙尼亚议会的名义 向苏俄助斯德格尔摩代办沃洛夫斯基递交了独立宣言 宣言援引了尼斯泰特条约 1721年所规定的贵族等级可以与外国签订条约的权利 并说明关于脱离俄国的决定的理由是俄国一再违反法律和屡次损害该国权力 以至于该国被剥夺了自由支配自己命运的可能性 因此该国的法定代表被迫寻求外国保护 他们已为此向德意志帝国提出请求 苏俄代办拒绝接受宣言 直接的后果是 在利夫兰和爱沙尼亚的德意志人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在利夫兰和爱沙尼亚发生这件事之后 在德国的和在当地占领区的波罗的海地区的一团体 就加紧对德国军方和政府以及在德国报刊上进行宣传 而德国报刊则用耸人听闻的报道 把广大公众的注意力都引向波罗的海地区德国人的遭遇 2月5日 利夫兰和爱沙尼亚的贵族直接向德皇 兴登堡和萨克森王成帝请愿书 请求德意志帝国给予援助 当德国和苏俄在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进行争论时 红堡的御前会议在2月13日决定 想英利夫兰和爱沙尼亚的正式求救声明 以便能让德国军队开进去 德国军队从2月18日起开始挺进 2月23日攻占完毕 德国军队名义上是作为警察部队驻守在那里的 一直驻扎到1918年8月签订附加议订书位置 费舍尔 《征雄世界》第664-666页 1917年7月底 在维尔纳早在1915年底 各党各派的著名人士 曾在那里开过会的立陶宛人 设法获得了占领当局的批准 可以成立一个组织委员会 以便筹备将来召开立陶宛人会议 约施陶盖蒂斯 安斯梅托纳和亚 肖利斯被选入委员会主席团 由于军管当局禁止一切选举 委员会决定用个别酝酿或召集较大集会来确定候选人 还在组织委员会开会之前 军管当局就向这些立陶宛人讲明 独立的立陶宛必须靠军事协定 关税同盟以及共同的战略铁路与德国结合在一起 这是在波兰 比利时 罗马尼亚 中欧等地人所熟知的 现代附庸国意义上的依附方式 费舍尔 争雄世界第668-669页组织委员会 在8月间所筹备的会议 于9月18日至22日在维尔纳举行 会上选出了立陶宛塔利巴国务委员会 会议选出20名立陶宛人担任委员 并留有增补少数民族代表的余地 由于立陶宛人要求批准这个由各阶层人民组成的全国代表机构 他们并不按照德方根据兵根会议决议的期望来请求强大的德意志帝国保护 而是指望德国政府帮助 伊森堡就在9月23日以东线总司令陆军大员率力奥伯德 冯巴伐利亚亲王的名义 召集了一个在军管当局领导下的立陶宛国务委员会 同时他还把上述会议所选出的塔利巴成员加以任命 国外的立陶宛人10月在斯德哥尔摩和11月在瑞士承认了塔利巴是立陶宛民族最高的国家机关 但是他们与德国人对他的理解以及关于他应起什么作用的想法大不相同 在德方看来 国务委员会无非是咨询机构而已 他既不是主权机关 也不是政府 随着国务委员会的成立 同立陶宛人的政治谈判也暂时告一段落 德国施加影响的重点现在更多的转移到行政工作上来 从现在起 德国人试图把立陶宛人的民族愿望 特别是把立陶宛国务委员会的活动与临近的波兰相仿 引向学校 语言 宗教 福利和市政事业这些非政治领域 但是立陶宛人在捍卫自己民族利益方面的态度 已证明比德国人原先所估计的更坚定的多 费舍尔 征雄世界 第670页 斯梅托纳和肖利斯 诚然一时屈服于鲁登道夫纳帖的罗吉并答应接受陆军总司令部 关于发表声明的建议 他们还原则上同意声明的内容 但就在当天 首相在对国会发明纲领性演说时 却表示赞成使过去曾被沙皇统治过的诸国享有自觉权 并表示期望这些国家能获得符合其各自国情和文化特色的体制 赫克林队自觉权的支持毫无疑问也是国会多数派压力的结果 他讲话后 立陶宛的代表们为此立即向他致电 表示感谢并要求接线他们 首相于12月1日在外交部接线了他们 副大臣拉多维茨 冯德姆 布社和纳多尔尼军在座 立陶宛代表们保证争取使塔利巴通过声明 宣布成立独立的立陶宛国并以防务同盟 关税同盟 货币和交通一体化的方式 与德国保持永久的牢固的联盟关系 但立陶宛人把建立立陶宛国的必要步骤的先后次序颠倒了过来 这就决定了以后世态的发展 德国人要求他们首先发表一副声明 然后才允许他们在表面上的独立 反之 立陶宛人则坚持要先宣布独立并坚持要德国保证 最迟在购合时承认这个新国家 费舍尔 争雄世界第671-672页 1917年12月11日 立陶宛国务委员会塔利巴发表廖如下的声明 以立陶宛国务委员会 宣布 恢复独立的立陶宛国 建都于维尔纳 并脱离与其他民族之间原有的一切国务联系 二 在建立国家时 国务委员会请求 德意志帝国予以保护 国务委员会主张立陶宛国与德意志帝国 建立永久性的牢固的联盟关系 此重关系主要应采取军事的 交通的 条约的 关税的和货币的一体化来实现 费舍尔 争雄世界第672页 俄国人在恢复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时 要求把立陶宛的独立声明再次通知他们 塔利巴就在1918年1月8日决定 把12月11日的声明第一部分不做大的改动 再重述一遍 而把第二部分作为第一部分的补充写进去 立陶宛国务委员会声明 为了确定立陶宛的国内制度及其与邻国的关系 有必要尽快召开由立陶宛全体居民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制限会议 由此可现 塔利巴认为 确定与德国的关系 默有自己的制限会议是行不通的 因为德国政府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不同意这个声明 塔利巴就在第二天表示愿意 只把他1917年12月11日独立声明的第一部分通知俄国政府 但塔利巴提出 这要以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保证作为条件 一再可预限的将来 把国家行政权移交给立陶宛国务委员会 塔利巴 二 撤出德国占领军和成立立陶宛民兵 三 德意志帝国承认独立的立陶宛国 德国代表纳多尔尼和霍夫曼将军强烈要求 立陶宛人必须把他们的决议通知 俄国政府 但不同意立陶宛人的条件 德方终于做出了唯一的让步 同意召开制限会议 但这一让步的价值很微小 德国人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 仅仅出于策略上的原因 才允许成立国务委员会这个新机构 以便与俄国人的布雷斯特 里托夫斯克谈判能教义进行 并且使立陶宛人和德国国会左派 朱正党能放心 他们不承认立陶宛国务委员会 有背离1917年12月11日原则的权利 因为按照德国外交部的看法 发表这种无意是立陶宛国根本大法的声明 就无法挽回地承担了义务 然而 立陶宛人表现得比德国人原先 所预料的更顽强 1918年2月16日 塔利巴通过了新的决议 撤销了12月11日声明的第二段 即关于用条约公约来与德国结合的那一段 新的声明在文本措辞上 与1918年1月8日的声明仅仅略有不同 费舍尔 《征雄世界》第673-674页 纳多尔尼诚然认为 从长远来看 承认立陶宛为国家是不可避免的 他抱住现实主义的态度 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他也同意鲁登道夫的这种顾虑 过早承认立陶宛 就会有波兰事件在立陶宛重演的危险 但这位外交家向将军提起一种更微妙的政策 可能性 以便同样达到控制立陶宛这一目标 即使在承认之后 我们还要留在该国不走 并且可以决定该国的政策 而且正是由于没有宪法的约束 比在德国国内还更无拘束的多 由于立陶宛国务委员会里的多数派已成为反德的 纳多尔尼认为现在已不能把它当作德国政策的工具来使用了 但该委员会应撤销2月16日的决议 这样他才能在新决议的基础上获得德方对立陶宛独立的承认 然后塔里巴就必须解散 纳多尔尼补充说 在没有人民代表机构的无限期的过渡时期内 德国对立陶宛政策的总方针是 在这期间应成立一个大约有7个部的立陶宛政府 这个政府将在德国人的帮助和领导下安排国家事务 我们定会找到7位能组成政府的明智的立陶宛人 费舍尔 争雄世界第675-676页 面对着对他们如此不利的政治形势 立陶宛人就被迫做出了进一步的让步 只是在立陶宛国务委员会 塔里巴明确坚持其12月11日决议的条件下 德国首相才愿意接线一个宣读独立声明的代表团 起初 塔里巴还不改变 即坚持2月声明的立场 布雷斯特条约即将获得批准 这就迫使塔里巴迅速做出抉择 因为协约国对立陶宛问题漠不关心 他们把立陶宛看成是俄国的一部分 塔里巴别无其他选择 只得同意德国的要求 如果他想要在战争结束之前 达到他的目的建立立陶宛国的话 3月20日 塔里巴委派全权代表约斯提纳斯 施陶盖蒂斯神父 尤尔吉斯 肖利斯博士和约纳斯 维莱西斯博士前往柏林 根据2月16日决议宣读 独立声明并请求德国承认立陶宛国 但塔里巴同时也重申了12月11日的声明 以确定立陶宛与德意志帝国的关系 在这个基础上 德皇坚署了承认立陶宛独立的证书 但其中有一项关键性的改动 在承认证书里 12月11日规定的各项义务 变成了德国承认立陶宛国的条件 这就是说不与德国签订各众条约就没有立陶宛国 费舍尔 《征雄世界》第677-678页 赫特林也同样看出了东线购合这次空前未有的好机会 在切尔宁和曲尔曼11月10日和13日献祭后 赫特林于11月29日发表了有关和平谈判的刚领性演说 与他向德方可信赖人所做的诺言是一致的 这是他以首相身份在国会里的第一次讲话 赫特林接受了俄国的建议并表示希望重新建立木林关系 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对于以前受沙皇统治的国家如波兰 库尔兰 立陶宛等 我们则尊重各该国人民的自绝权 这个被曲尔曼称为整个和平谈判基础的声明 是通向俄国人所要求的不割地不赔款和平的一座桥梁 同时也是德国仍能实现其要使外围国家脱离俄国这一目标的策略手段 费舍尔 争雄世界 第682页 曲尔曼最亲近的谋士是外交部里对俄策动革命化政策的组织者冯贝尔根公使 曲尔曼盛赞他为政治上天赋最高的人 并在一切重大政治决策时雨之磋商 回禀德皇的奏文就是贝尔根起草的 在作文里贝尔根就德国1914年以来政策的连续性做了极为动人的叙述 粉碎协约国并继而建立新的适合与我们医院的政治组合 是外交上最重要的战争目标 俄国是敌方阵营这一整个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 因此要使它逐渐松动 一旦可能就将它从链条上撬下 我们在俄国后方从事的分化瓦解工作的目的 就在于促进分裂主义倾向并支持布尔什维克 费射尔 争雄世界第682-683页 当地的歧视阶层要扩大旗上能享有的自治权 一方面依据了有历史文件未评的当年 与彼得大帝签订的接管条约里所规定的等级权利 另一方面 他们自称还有权代表利富兰和爱沙尼亚全体人民讲话 并有权根据民意来为护有列宁向俄国边疆人民所许诺的自决权 姑且撇开有产阶层中的少数派不谈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人 却都拒绝了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自称享有的领导权的要求 当地人民实行了有觉悟的民族政策 这种政策的宗旨是要么在俄罗斯帝国内获得完全的自治 要么独立自主 但绝不并入德国 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贵族 诚然在1月27日还没有宣布依附于德国 而仅仅宣布脱离俄国 但显而易现 只有在一个依附于德国的国家里 他们才能保持其历史 经济和政治上的地位 在君主制的保守的俄国 这种地位还勉强能保持 但在一个发生了社会革命的俄国 或在一个民主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民族国家内 由于其人数较少 这种地位是根本无法保持的 费舍尔 征雄世界第715-716页 芬兰白军和德军于5月中旬战胜了红军 冯戈尔茨率领的德军 是在曼内海姆统一指挥下参战的 8万余名敌军被俘 社会党人统统都被赶走 费舍尔 征雄世界第732-733页 德国通过支持列宁 彻底瓦解了东县 但东欧各国独立以后 下一步莫有达成共识 威廉和鲁登道夫都觉得两个师 就能做掉布尔什维克的逃兵政权 重建白色俄罗斯和君主国同盟 但辛策和屈尔曼坚持 布尔什维克才是消灭 大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最佳代理人 海军上将辛策 把他脑海里德方战争目标的 优先原则阐述得如此有力 而令人信服 莫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修辞 以致在这里最好详细援引他本人的话 他在概述了布尔什维克政权 一旦垮台后德国政策方针之后 继续说 在这期间 我们莫有理由 希望或促使布尔什维克加速垮台 布尔什维克党人 是十分凶狠和冷酷无情的人 但这并莫有阻止我们 把布雷斯特和约强加给他们 另外还一步一步地 拿走他们一些土地和人 我们从他们身上 榨取了我们所能榨取的东西 为取得胜利 我们就要继续这样干 只要他们还在继续执政 只要这样做有力 至于我们是否喜欢与他们共事 则是无关紧要的 历史证明 把感情带到政治中去 是代价高昂的奢侈 我们在这种处境下 允许这种奢侈 恐怕是不负责任的 同事时尚的掌权者 布尔什维克党人打交道 并为那个可恶的社会而叹息 这样的人是无害的 如果由于厌恶布尔什维克党人 而拒绝从与布尔什维克打交道中 得到好处 这样做则是危险的 政治从来是 而且将来仍是功利主义的 我们在东方究竟还想要什么 俄国已在军事上限于瘫痪 这全靠布尔什维克党人 他们比任何其他俄国党派 都签得更好 更彻底 而且没有要我们出一个人 或画一个马克 我们不能要求他们或别的俄国人 喜欢我们剥削和压榨他们的国家 因此 俄国既已瘫痪 我们就该感到满足了 下面的一段话表明 除了削弱俄国这一种目标之外 柏林方面所考虑的中心 问题是把布雷斯特和约座 未实现德国东线目标的工具 布尔什维克是唯一与协约国敌对的俄国政党 这于来于明显了 我们的责任是扶植这种对抗 近来我们有过这样做的机会 在俄国 唯有布尔什维克赞成布雷斯特合约 海尔弗里希格下说 只有在修改布雷斯特合约的条件下 才有可能与别的政党合作 而且说首先必须把乌克兰 重新交还给大俄罗斯 在这方面 我们还听到许多更广泛的条件 按战前边界恢复俄国 这就是说 我们要失去四年战斗和胜利的成果 仅仅为了使我们终于发泄 关于我们曾利用过布尔什维克的怨恨 因为我们所做的 并不是同他们合作 而是剥削他们 这就是政治和政策 费舍尔 征雄世界 第817-818页 德皇于 1918年3月29日 正式承认了库尔兰的独立 同时德皇还 讲明准备 与库尔兰缔结这样的条约 他们应保证两国 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紧密结合 看来没有太大的困难 就能实现德国的这一目标了 在形式上承认一个根据自绝权 而独立的国家的同时 仍用条约来完全控制这个国家 与此不同的是 利夫兰和爱沙尼亚 他们被德国警察部队占领住的局势发展 因为首相 陆军总部和国会 在这两国前途 问题上一线分歧 在这两国 鲁登道夫 他不顾 却尔曼德愿望和警告 一意孤行 抢先一步 在他的倡议和具体授意之下 这两国的议会 爱沙尼亚议会 4月9日在塔林 利夫兰议会 4月10日在李家 分别宣布与俄国脱离关系 而后 于4月12日在李家 举行了利夫兰 爱沙尼亚 李家及萨里岛联合议会会议 新议会的议员组成就表明 波罗的海地区 德意志人保证能在其中占绝对优势 这与1917年7月31日 兵根决议所规定的完全一样 58名议员中有3名来自德国歧视家族 13名是德意大地主 来自乡村的 有9名爱沙尼亚人 和4名拉托维亚人 来自城市的 有13名德意志日 5名拉托维亚人 和2名爱沙尼亚人 另外 还有一名德国人 是道巴特大学的代表 一名拉托维亚人 是博少拉地区的代表 这样就形成了 34名波罗的海地区 德意志人 对13名爱沙尼亚人 和11名拉托维亚人的比例 不言而喻 这些爱沙尼亚人和拉托维亚人 也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 他们中间至少有一部分 是亲近波罗的海地区德乔德意的 这个联合议会 按计划于4月12日做出决议 惩请德皇江利夫兰和爱沙尼亚 永久置于军事保护之下 这就是说 战后还要暂时实行军管 此外 德皇已接受了库尔兰所表示的愿望 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就可以成为一个 由统一宪法和行政机构的统一 完整的君主立宪国 并通过与普鲁士王实行 和一君主制而依附于 德意志帝国 最后他请求 让这个新国家 与德意志帝国签订条约 费舍尔 征雄世界第857-858页首相在与有关部门洽谈并与各党派代表磋商后 于4月20日通知陆军总部 为避免一切由于现已承认利夫兰和爱沙尼亚而预料将出现的重重困难 他在答复时将严格按照联合议会决议的措辞 据此首相于4月21日接线联合议会代表团时 答应波罗的海地区将来可以独立 并再次表示德意志帝国准备给予军事保护 5月中旬 冯·施特里克和冯·布雷芬这两位先生 被鲁登道夫所逼企图请岳飞亲自证实利夫兰和爱沙尼亚独立时 岳飞认为此事有赖于签订5月以来在柏林所谈判的诸富家条约 同时他还宣称 他只想接受经德国外交部提出的召会 费舍尔 争雄世界第859-860页 立陶宛与普鲁士德国的关系仍然丝毫没有解决 因为宪法 问题和约定问题都没有接近解决的迹象 尽管德皇于3月23日正式向立陶宛国务委员会塔利巴承认了立陶宛的独立 国务委员会塔利巴的地位并没有因德皇承认立陶宛独立而有所变化 其困难反而越来越多了 国务委员会许多次上书 仍然无济于事 其前往柏林和国外的道路全都被堵住了 同样 该国务委员会想逐步建立政府的努力也失败了 但关键是德意志帝国领导集团内部在合并问题和国家形势问题上还没有闹清楚 莫有一致意见 1918年4月初以来 埃斯贝格准备了立陶宛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 在他的影响之下 国务委员会于6月4日先秘密地推选天主教的福腾宝邦系统的冯乌拉赫公爵魏国王称为明道家二世 并已指得其本人同意 同时 埃斯贝格在国会里立主立陶宛应建立自己的政府 这遭到法肯豪森的正式反对 由于屈尔曼德辞职以及害怕因此而出现的军人专政 立陶宛国务委员会于7月11日改组成国务会议 这是仿照波兰的政府体制 宣布立陶宛为君主立宪国并推举逢乌拉赫公爵魏国王 他想用这种办法来阻止于普鲁士或萨克森来实行合一君主制 这消息像诈谈一样 使德国朝野大为震惊 首相不承认这次选举 并吩咐于7月21日在北德会报上发表声明 立陶宛必须在事先签订对于确保德国利益所必要的条约 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能承认立陶宛的独立 但根据目前情况 这个前提尚未具备 几乎整个德国报界 从美日评论报一直到前进报 都反对立陶宛这一行动 费舍尔 争雄世界 第862-863页赫特林于1918年9月14日再次断言 将与德国签订条约一事 仍然总是承认国务会议的先决条件 既然条约尚未存在 该国务委员会就无权超出1917年秋季 为他所规定的地位 10月20日 国务会议终于得到德国新任首相马克斯逢 巴登亲王的承认 巴登声明 他将听任立陶宛国务委员会 塔利巴组成政府 德国对于宪法问题和边界问题 均不加干涉 后半句话意味着这一威胁 维尔纳 维尔纽斯 有交给更将大的波兰之鱼 国务会议于10月28日 通过了临时宪法 并于11月2日撤销了7月11日的国王人选 这就断绝了与德国的结合 尽管人选问题上仍有很大分歧 阿福尔德马拉斯当选为总理 他在11月5日组成内阁 新的独立国家就这样成立了 就在当天 有关德国和立陶宛结合的一切方案 从而还有坚持的如此久的德方战争目标 统统随助停战而一起落空了 费舍尔 争雄世界 第867-868页 在德皇于9月22日宣布 承认爱沙尼亚和利夫兰独立之后 这些国家的议会所选出的库尔兰 利夫兰和爱沙尼亚三国设政委员会于11月7日革命前两天就职 以便成立包括波罗的海地区各国在内的统一国家 并于11月11日由设政委员会建立了波罗的海地区国防军 在此期间 爱沙尼亚离时政府在该国成立 这是柏林发生革命的结果 该离时政府从11月12日起取得了德国占领军当局的行政职权 该政府是由布尔什维克倾向的 因此德国就不可能再施加影响了 与此不同的是拉脱维亚共和国里的情况 这个共和国是在农民领袖克沃尔玛尼斯总理领导下的 于11月28日按民族居住地化界而宣布成立的 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奥古斯特 温尼西就在四天前被任命为助波罗的海地区全权总代表 他有权动用700多万金马克现款 他在这方面就有可能依据德方战争目标的本意 争取贯彻德国最早的要实现移民计划的宗旨 现在当然要通过与拉脱维亚的受到共产主义军队 威胁的民主力量合作来进行活动 温尼西于11月29日与乌尔玛尼斯政府签订了条约 后者在条约中答应 凡在拉脱维亚军队里服役四星期的德国士兵 就能取得拉脱维亚国籍 温尼西把这一协议成为他为德国而进行的努力的顶峰 后来他还以此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每个德国士兵都应该有权要求在拉脱维亚获得移民肯之地 这样一来 施威林 塞林 鲁登道夫和高斯勒 1915年至1918年的主张所发挥的作用 甚至超过了德国在西线失败所产生的影响 尽管温尼西本人的思想与其说是要控制 吴宁说是要合作 而且有助于使德国要在东北欧建立移民地区主张的影响 一直延续到魏马共和国时代 在波罗的海地区建立的 在协约国压力下重新兴起的德国自由军团 波罗的海志愿军又把那种自以为战无不胜的反布尔士维克 和反民主的民族主义传统一直流传到魏马时代 费舍尔 争雄世界第868-869页 当德国当局与布尔士维克就决定中欧和东欧各民族的命运进行交易时 拉脱维亚人 立陶宛人和爱沙尼亚人的临时议会的决议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尽管如此 波罗的海地区各民族正在利用俄国的混乱所造成的机会来塑造他们自己的未来 1917年11月中 拉脱维亚国民议会Latavian National Assembly在未被占领的瓦尔卡城召开 宣布拉脱维亚包括利夫兰南部 库尔兰和拉脱加尔是俄国内部一个自治的单位 两个月后 1918年1月15日 国民议会进一步宣布成立独立的拉脱维亚共和国 同时 1917年12月11日 立陶宛民族委员会 事实上是德国立陶宛傀儡政府 宣布恢复独立的立陶宛国家 首都设在维尔纽斯 德皇威廉二世 在得到立陶宛民族委员会 约纳斯 巴萨纳维丘斯 已取代安塔纳斯 斯梅托纳任该委员会主席 关于他将来与德国密切合作的必要保证后 于1918年3月25日 决定承认独立的 但实际上在德国占领下立陶宛国家 至于爱沙尼亚人 虽然在波罗的海珠民族中 他们最早向俄国临时政府 提出建立自治政府 但他们是宣布自己 完全独立的最后一个国家 随着波尔士维克于1918年2月24日 退出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常哲委员会 Estonian Committee Elders 行使了被驱散的爱沙尼亚议会的职权 宣布该国独立 同时建立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82-83页 在此前曾流亡苏俄的爱沙尼亚 波尔士维克的支持下 1918年11月22日 俄国人开始入侵爱沙尼亚 由此点燃了爱沙尼亚独立战争 开出爱沙尼亚的防御失败了 一个星期内 红军征服了纳尔瓦 并宣布成立 由亚安安维特 Janenveld 领导的爱沙尼亚工人公社 Estonia Worker Communion 作为苏俄的一个自治区 同时 在12月 拉脱维亚的波尔士维克 回到了未被德国人占领的拉脱维亚地区 建立起离时苏维埃政府 由其未时甚久的领袖 彼得列斯斯图茨卡 皮特里斯斯达克领导 拉脱维亚的波尔士维克 很快与1月初夺取离家的红军会合 如同在爱沙尼亚一样 波尔士维克 把他们的许多敌人投进监狱和处决 11月成立的卡尔利斯 沃尔玛尼斯 卡尔勺曼尼斯 领导的拉脱维亚临时政府 Latv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被迫逃亡到德国人占领的库尔兰 在那儿暂时能得到德国人的保护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说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奇怪的后续故事 德国人在西线失败了 实际上却或准在东线继续进行斗争 随着红军往西移动 致力于从退却的德国人手中 解放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协约国决定援引停战协定第十二款 要求德国人只有在协约国认为合适的时候 才把他们的军队从东方往西撤退 虽然德国皇帝11月逃亡后 新成立的魏马政府希望与波罗的海诸国建立友好关系 但他仍然断定 如果他参与波罗的海地区反击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他将得到较为有利的和平条款 1918年12月 俄国人声明 在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成立苏维埃 共和国后两个月多一点 德意志自由军团Fry Corps 或German Free Corps 在吕迪格逢德尔 格尔茨将军Rodiger Vandergolds 率领下进入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和立陶宛 则任由他们自己来组织防御 击签中于卡尔利斯 沃尔玛尼斯领导的临时政府的拉脱维亚士兵 加入了波罗的海地区 德意志人 他们希望维护自己在这个国家的特权地位 和德意志自由军团被获得土地的虚假 陨落所诱惑 与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打仗 这更增加了混乱 这些力量的联合 得已把拉脱维亚 从脆弱的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放出来 但在这个过程中 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 推翻了乌尔玛尼斯的政权 并于1919年4月 与逢德尔·戈尔茨将军合作 建立了一个安德里埃夫斯 尼德拉·Andreithnitra领导的傀儡政府 从布尔什维克手中押取了波罗的海珠国后 1919年春末逢 德尔·戈尔茨将军继续率 德国人向李嘉以东进军 然而 协约国现在坚持要德国人 尽快撤出李嘉 离开这个地区 为强调协约国的意图 是用本土军队取代德意志人的 反布尔什维克军队 协约国的援助 很快开始流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政府 所以或许无意间刺激了波罗的海地区 民族主义者的雄心 由于德国人支持的尼德拉政府 已经变得无关轻重 7月乌尔玛尼斯重新主张 他领导的临时政府的合法性 但他想创造一座波罗的海桥 把德国与重现建立的 白色俄罗斯联系起来的计划 失败了 1919年10月 冯·德尔·戈尔茨将军最终被召回 然而此后几个月中 流散的德意志自由军团的成员 继续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征讨 不管人们如何理解 波罗的海地区的这种奇怪的出征 它有助于清除侵入 拉脱维亚共和国的苏联和白俄势力 并有助于形成一支拉脱维亚的国民军 然而 波罗的海地区 德意志人的军事组织Landisware的行为 即在拉脱维亚拖延日久的军事行动 对在新生的共和国内改善波罗的海地区 德意志人与其拉脱维亚主人的关系 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在卡尔利斯乌尔玛尼斯的政府统治下 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认识到 他们除了终结自己的优势地位 接受现实 别无其他选择 爱沙尼亚设法从苏联的统治下解放自己 不依靠德意志自由军团的任何帮助 事实上 1919年6月 爱沙尼亚人在拉脱维亚边境上遇逢 德尔·戈尔茨将军作战兵将其击败 然而他们确实受惠于芬兰人 白俄 他们保证要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俄罗斯而战 无意承认就俄罗斯帝国内任何民族拥有自绝权 拉脱维亚人和波罗的海地区 德意志人的军事力量 还有来自协约国各国的援助 到1919年春天 在爱沙尼亚的苏联军队也被清除 临时政府已经安全 足以有能力选举出一个制限议会 他反过来又投票 一致承认爱沙尼亚独立 然而与俄国的关系仍成问题 因为这个破碎的巨人在继续进行内战 尽管如此 到1920年初 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政府 苏俄的新首都关心这样的问题 如果爱沙尼亚人和其他民族 加入一个统一的反布尔什维克阵线 那将为白军的胜利提供机会 于是 他们乐于与爱沙尼亚实现和平 按照1920年2月2日签署的 塔尔图合约 Tartu Peace Treaty的规定 苏俄承认爱沙尼亚法律上的独立地位 永远放弃对爱沙尼亚领土 提出要求的权利 同样 拉脱维亚在前一年夏天 击溃逢 德尔 戈尔茨的军队后 沃尔玛尼斯政府重新掌权 也与苏俄签订了一份停战协定 随后于1920年8月11日 又签订了一份合约 苏俄承认拉脱维亚独立 奇怪的是 1919至1927年间 虽然有22万以上的拉脱维亚男民 从俄国回国 但至少有15万拉脱维亚人 他们中有许多人深信自己 是社会主义者 决定留在苏联 立陶宛也包容了一个苏维埃政权立陶宛 白俄罗斯共和国 是在1918年12月 德国军队草率撤退后宣布成立的 但布尔什维克却设法 占领了这个国家 约三分之二的地区 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 在立陶宛未曾产生过一个本土的组织 这是它与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立陶宛人反对红军的战争 是一场真正的民族战争 而不是内战 一个个志愿兵团建立起来 为了国家的独立而战 到1919年8月后期 立陶宛人把疲惫不堪 装备很差的红军赶出了自己的领土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85-88页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这三个想要脱离俄国的 波罗的海国家 一方面是1917年以来 德国军队胜利推进的产物 另一方面 也是沙皇俄国布尔什维克化的结果 德国的政策主要依据说德语的 波罗的海居民在文化和经济上的重要作用 谋求使这些新国家间接与德国合并 战争的失败 当然使这一政策遭到破产 但德国部队仍然驻扎在这些国家 特别是拉脱维亚 政治形势极其混乱 因为各个民族虽然在防御 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但在其他方面 在内政和民族问题上是尖锐对立的 尽管德国军队的存在可以防止红军入侵 这受到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欢迎 但他作为波罗的海地区的意志族大地主及 所谓波罗的海贵族的靠山 又受到他们的憎恨 1919年4月 德国军队参加了推翻乌尔曼尼斯的 拉脱维亚政权的政变 离时以一个亲德内阁来代替他 使这种矛盾变得尤其尖锐 协约国的政策也摇摆不定 起初他们要求德国军队留住波罗的海地区 以防布尔什维克的入侵 但在凡尔赛和约签定以后 他们采取相反的立场 要求德军立即全部撤离该地区 此时提出这一要求要比实现它容易得多 因为驻扎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军官兵 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意愿和方针 其实他们之所以尚能被视为德国军队的组成部分 只是因为他们从德国政府那里领取兴奉 并有一位普鲁士将军冯 德·戈尔茨作为他们的首领 可是大多数士兵追求他们的个人目的 首先是在波罗的海定居 他们援引据说沃尔曼尼斯对他们做过的许诺 即作为他们帮助防御布尔什维克的报答 答应给他们土地做定居之用 这一错觉仍有数月之久吸引新兵前往拉脱维亚 德国的募兵机关把他们派到那里去 人们不理睬德国政府发布的禁令 在四年战争之后 许多士兵出于冒险甚或掠夺的念头前往那里 这是不足为怪的 士兵们绝大多数参加了志愿兵团 其中比朔夫少校的铁师最为著名 志愿兵团的首领和军官们谋求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而在波罗的海地区保持德意志文化 只是其中最简单 最无害的一个 埃里希·艾克 为马共和国史上卷第141-142页民族发明加胜利一次 奥斯曼主义就永远无法翻身 奥斯曼主义无论胜利多少次 都无非是增加加十赛而已 因为世界体系与民族发明同构 不到民族发明加胜利就不会宣布比赛结束 这个演化场唯一确定的结果就是解体论赢定了 任何一方都会从对方的帝国当中发明出许多小民族 胜败的交替只会改变各国的政体 很难把已经产生的发明吃下去 已经产生的发明即使暂时亡国也会留下种子 迫使下一个征服者至少得建立一个保存认同的傀儡政权 实际上也就是说注定在几十年后正式独立 苏联的镇压虽然比沙皇残忍得多 收获的成效反而更加短暂 拉脱维亚总统乌尔马尼斯 埃沙尼亚的总统帕斯 被废除与数十名独立时期的著名领导人被流放到苏联 立陶宛的斯梅托纳设法逃到了美国 1942年死在纳尔 波罗的海各国确定了新的领导人 这些人选自同情苏联的土著或土著中的机会主义者 另外还有从其他加盟共和国输入的干部 输入管理干部是必要的 部分是因为在苏联占领前夕 居住在波罗的海各国的本土共产党员非常少 立陶宛共产党从地下走向公开时只有1500名党员 1940年初拉脱维亚共产党能自称为党员的只有500人 埃沙尼亚共产党在波罗的海各国的共产党中最小 在1940年春只有133名党员 此外波罗的海地区的共产党员不能指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苏联生活的数千名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共产党员的帮助 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洗运动中被消灭了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时 第126页当德国国防军抵达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时 各种土著的团体已经组织起来 希望他们的国家恢复独立 在立陶宛 反抗苏联当局的起义是6月23日开始的 在考纳斯起义的队伍占领了警察局和几个军火库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爆发了起义 一批批的起义军在各处战斗 怀着德国将会承认他们国家独立的希望 然而 当苏联政权的官员逃往俄罗斯内地 而德国军队占领了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时 事情已经很清楚 纳粹对这一地区有自己的盘算 德国占领政策总的来说是混乱的 因为过于专注管辖权之间的竞争 而忽略了一个统治的政治计划的必要性 不过 在其毫不掩饰的主张中 其基本目标就是根除苏维埃政权 在苏联欧洲部分为德国创造一个生存空间 在第三帝国的计划中 波罗的海地区与乌克兰或俄罗斯本土是不一样的 后者仅仅是作为食物和苦意的来源地 而波罗的海人则将备受于某众特权地位 德国人把波罗的海地区和白俄罗斯地区连接起来 建立了一个名为奥斯兰的德国政府特派元侠区的民政单位 首府在李家 由辛里希 洛泽领导 希特勒的东方占领区事务大臣是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 他是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 纳粹的思想家 根据罗森贝格的计划 波罗的海地区最终将并入德意志帝国 但目前德国暂时建立本地的管理机构 允许立陶宛人 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 享有行政上某种程度的自治 而苏联被占领的其他地区 不能享有这种特权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129页 尽管形势显得毫无希望 但当德国的战争努力崩溃时 一些波罗的海地区的爱国者 为使他们的国家最终恢复独立 而开始做准备工作 他们期待着西方的同盟国会 向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所做的那样前来帮助他们 1943年后期 立陶宛各抵抗力量 统一组织成解放立陶宛最高委员会 Supreme Committee for Liberation of Lithuania 该组织设法出版地下期刊 并组建了小规模的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 拉脱维亚的抵抗者 组建了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 Latwian Central Council 但是该组织的领导阶层 于1944年被逮捕 并被放逐到德国 1944年秋 爱沙尼亚共和国全国委员会 National Committee of Testonian Republic 也过注一种躲躲藏藏的生活 但很快许多领导人被逮捕 一些逃离德国安全部队逮捕的成员 于9月设法组建了爱沙尼亚临时政府 但是该月底 他们也被逮捕了 这次逮捕他们的是苏联人 凯文 奥康纳 波罗的海三国史 第132页民族发明家的世界秩序 本质上是两西文明或西方文明的普世化 奥斯曼主义之所以冒充民族 因为他们在近代以前 本来是西方文明的平行体系 在挑战和失败以后 不得不冒充西方文明的一个字单元 犹如高丽国王做蒙古的大臣 威马公爵做普鲁士的将军 民族发明家终将战胜奥斯曼主义 发明家 因为裁判就是民族发明家的母亲 胜利者在取得大部分战场的胜利以后 清扫残余并不困难 失败者放弃主要战场以后 自然会从转进走向灭亡 斯大林以后的苏联 越来越多地依靠大俄罗斯主义的白手套 奥斯曼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河流 犹如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合作 是两者都已经穷图末路的证明 因为两者如果还有胜利的希望 首先消灭的目标就是对方 而不是斯大林同志 新一轮解体来临的时候 波罗的海各国爱国者的收获 超出了19世纪民族发明家 前辈的最大期望 当然 这并不是民族发明学的终点 刘仲敬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诸夏文化传播协会特约研究员 Has文化传播协会特约研究员